今天早晨的八点在广州火车站的厕所里面 一位清洁工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满厕所都是被撕碎的百元大钞 那这是谁的钱又为什么被撕的粉碎呢 火车站广场托运行李旁有一间公共厕所 在南侧的一个阁岛里 清洁工老张发现有一男子睡在里面 一动不动 你不计他是他有人死在里面了 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门撬开 然后呢他就把那个人拉出来 拉出来了 他不知道里面有那么多钱 几个清洁工把这个人抬了出来 这才发现男子身下居然有大把被撕碎的百元钞票 估计啊至少上万元 于是他们立即报了警 救护车也随后赶到了现场 这时厕所里的男子开始慢慢清醒 这个男子大约三四十岁额头有点秃顶 上身穿蓝色长袖衬衣下身穿黑色裤子 说话是四川口音 这个男子为什么要撕钱 现场的目击者说法各不相同 现场的民警告诉一线记者 这些百元大钞都是真钱 因为被撕得太烂 无法确定具体数目 所以他们用了各种方法 才把撕得粉碎的人民币装在了箱子里 这个男子为什么撕钱 他的家人又在哪里 目前当地派出所正在调查中 谢谢大家